他问孩子你问老师了吗 跟老师确认了吗 那个蛋糕上有没有坚果 孩子说确认了 但是老师的回答是 哎呀应该没有吧 都给家长都发过 不能带的食物了 我没有说你好与不好 这和教的好与不好没关系 因为北京市是拿这个外教来定价的 定这个这个民营幼儿园的这个价格 你有和没有价格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和教学质量没有关系 后来这个幼儿园吧 就不让家长带任何食物 你可以带什么 你可以带玩具 可以跟小朋友分享 但是玩具是不能带毛绒玩具的 今天呢 给大家再讲一讲坚果的问题 然后呢 今天换个环境 是伐山涉水跑了一个公园来 大家看看 要是有在北京的朋友 可以猜一猜这是哪啊 这是正好刚下雨 然后这边的空气今天也特别好 那天看了一个公众号文章 一个在国外的一个母亲们 然后呢 他写的那么一个关于孩子游儿园 然后坚果的那么一个事情 就是他其实和我那天讲的那个 气道的这个 坚果的这种异物 还不太一样 他讲的是过敏的问题 所以呢 我看到呢 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 然后呢 顺带呢 把这个过敏这块给大家补上 实际上坚果的这一块呢 风险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是这个气道的一部 一个呢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过敏 就是当时那篇文章呢 他大概讲的意思呢 就是因为国外有一些幼儿园 他会给家长啊 入园的时候会提供一个 所谓的这个近代的一个 这个名气 就是说呢 哪些食物是不能带的 因为有可能会造成风险 孩子回家 然后这个妈妈呢 就发现孩子涨子哑了 然后觉得就不太 最近的这个情况 他呢 就问了问孩子 都吃什么东西了 因为放学的时候呢 这个 他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呢 还跟家长说了 说这个 哎呀 那个孩子今天腐歇了 所以就问了一下 孩子吃过什么东西 然后呢 孩子就说啊 吃蛋糕了 然后他就 就很诧异 因为 幼儿园的给的这个 近代的这个名单里呢 是明确写了 就是一定不能有 带坚果的蛋糕 因为呢 就避免有其他小朋友 这个过敏啊 之类的 然后他就问 问孩子 这里边有坚果吗 孩子说我也不确定 然后问孩子吃了多少 他说就吃了一点点 然后呢 因为那个吃完以后呢 立刻就想上上卫生间 感觉想拉肚子 完了嗓子不舒服 老师呢 就给扔掉了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后来呢 就发现孩子 感觉挺 挺怪的 一会儿就感觉这个 呃 咽喉布 很不舒服 哎 你看那儿有两个喜鹊 你看见了 先不说啊 大家看到 这有 两只喜鹊 孩子母亲呢 就发现孩子 有点似乎是这种 过敏的症状 逐渐要加重的 那种感觉 然后就赶紧啊 就给孩子用了一只 这个摄像腺素的 这个笔 咱们国内叫 摄像腺素笔 其实正常翻译过来 应该叫 摄像腺素自动注射器 那么一个东西 用完以后呢 就打急救车呢 去了这个 附近的医院的 这个机展了 然后呢 做了一些处理以后 没什么问题 他回了家 这篇文章呢 最后实际上 哎 让我觉得啊 很是感触颇多的 其实就是他最后 孩子都没有事情以后 然后交给孩子 一些事情 因为当时呢 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呢 孩子 他问孩子 你问老师了吗 跟老师确认了吗 那个蛋糕上 有没有坚果 孩子说 确认了 但是老师呢 回答是 哎呀 应该没有吧 都给家长都发过 不能带的食物了 然后这个母亲呢 就跟孩子说 以后呢 所有事情 要有一种 确认的 可靠的 这么一个精神 也就是说呢 你从别人口中听到 比如说啊 应该吧 可能吧 不会吧 就这些词语呢 其实都是 不可靠 不确认的一些词 说明对方 是拿不准的 即使他再坚持 其实他本人 也是拿不准的事情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 理论上呢 就应该 就是自己再去确认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说冒险 如果说呢 这个 自己觉得某些事呢 是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那自己对自己负责 这个事情就不应该去做 同样他最后说了一个负责 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国内吧 其实幼儿园 其实是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呢 就像现在我孩子上的 那个幼儿园似的 他呢 就是说 哎 绝对孩子 什么食物都不许带 就是他怕有外来的食物呢 造成风险 所以呢 一般就是孩子进幼儿园 只吃幼儿园里的食物 是绝对不让孩子去吃这个 外来的食物 然后呢 另一个极端呢 那就是随便 带什么都行 反正出了事 再说出了事了 像这种这个幼儿园的 这种风险呢 其实 更多的我觉得 应该把这个风险呢 规避在这个幼儿园圆内 而不应该让这个家长 去做一些事情 怎么说呢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 家长对于其他的孩子来说 他没有负责的义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个呢 人呢 对于他人这种动物 他对于这个他人的幼崽呀 是没有一种这个 就是责任心的 如果他自己的孩子 有相关的问题 他一定会注意 但是如果换了其他人的孩子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注意 这是正常人的一种正常方式 所以呢 作为幼儿园的话呢 你遇到这个 就是过敏的事情 对于幼儿园来说是大危机 包括其实我那天说的 这个 对于比如说这个 坚果 然后这个卡到这个 灰道的这问题 就是气道的这种义务 也是大问题 所以作为幼儿园方呢 他应该把这些个问题啊 规避到就是他内部 所以我比较认可呢 现在国内一些幼儿园的做法 就是说啊 那你家长绝对不要给孩子 带任何的食物 需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 幼儿园自己来背 你说孩子过生日了 需要庆祝 需要弄个蛋糕 那幼儿园自己来做 自己来买 然后幼儿园这一块呢 他的采购的时候 他就会注意这些事情 就把这个风险啊 或是在较少的这个人群里 就是这样 这还有一个 诺基亚立的台子 哎呀 这个 2013年3月30号 哎呦 2013年的时候 诺基亚还没死掉了 现在也还有这牌子 记不清楚 不知道 但是 哎呀 原来的手机的第一大品牌啊 然后第二个事呢 就是我说一说 这个过敏相关的事情 其实过敏呢 无外乎几块 一般来说呢 就是咱们最常见的 就是这个皮肤的反应 也就是说皮疹嘛 然后很多人呢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对过敏这块 不太在意 尤其是这个 可能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医疗相关知识的 这个人群呢 就就会不太在意 这个过敏这块的问题 我曾经就听过一些个老人说 哎呀 那个皮肤上 哎 那是过敏吧 啊 过敏没事 其实过敏是很可怕的事情 可不是过敏没事的 这个话 第二个呢 就是 口腔啊 咽喉部的一些症状 嘴唇 舌头 然后咽喉部 这种 比如喉头的水肿 这就比较危险了 然后呢 往下来的 再往下说的 那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症状 比如恶心 呕吐啊 补歇啊 胃痛啊 就这些症状 再往下来 它会有呼一道的症状 就是 刚才说喉头水肿 也算呼一道症状之一嘛 然后再严重 那就有可能会过敏休克 那就直接就危机生命了 所以其实 它危机生命是两块 一块是喉头水肿 让它就是窒息 第二块的危险呢 其实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 所谓这个过敏休克 那就是严重的这种超敏反应 那就风险非常高了 这边没什么 这边就是一个林子 那边草地 就是 如果要是这个 休息日的时候 会有人在这放风筝 会有人在这玩 那种遥控机车 然后咱说 坚果这一块的 过敏这一块呢 其实防治起来 就最简单 就是你别接触就好了 所有过敏 这不只是坚果 你就是别接触 过敏源就好了 那这个呢 我相信如果家里有过敏的孩子 一定会注意的 然后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尸上腺素笔 国内叫尸上腺素笔 国外叫尸上腺素注射器 它那英文的之一 应该是叫尸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那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其实挺有必要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 过敏体质 长期过敏的这种 你一定要备制 一旦发现 就是说这个出现 严重的潮瘾反应的时候 它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按住一头 然后照着这个大腿外侧 不用脱裤子啊 因为紧急抢救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东西 做的就是扎到裤子外边 那么一个大腿外侧脊肉 扎进去 就抗过敏了 现在国内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也能买到 但是不是每个 药店里应该买不到 得上医院开去 这就是今天想说的 这个坚果的问题 好 行 再见啊 各位 咱们回家 好 咱们回来了啊 那个 一瞬间就回家了 然后刚才呢 有一些东西没讲完 然后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两句 嗯 刚才说到这个 幼儿园的问题 其实 吐槽几句吧 就是国内的这个 公立幼儿园不说了 因为 就是怎么说呢 可能我不知道 别的地方 北京的话 一般 呃 幼儿园还 还好吧 至少他便宜 你贵不贵的 这个至少他便宜 对吧 然后 民营幼儿园呢 其实 北京是这样 北京大概就是 据我了解的事件啊 呃 基本上就是 他其实 民营幼儿园呢 北京这边是拿外教当硬件来定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幼儿园彻底没有外教 一般来说呢 就是五千元以下 三千左右 一般是三千左右 如果这个幼儿园都说民营的 如果 我说都是一个月的价格 如果这个幼儿园呢 呃 完全的 全天的外教 然后呢 外教是这个 做这个主办老师的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呢 在北京的话 一般是在 呃 一万到一万五 呃 有可能再高一些 有可能到两万 就差不多怎么也得在一万块钱以上 呃 如果是半天外教 如果是半天外教的话呢 一般来说就是五千到八千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 呃 水平 所以其实我为什么我想想吐槽什么呢 其实之前啊 孩子换过一个幼儿园 我孩子换过一个幼儿园 呃 后来的幼儿园特别好特别好 但是先前的幼儿园就挺差的 然后差到什么程度呢 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疫情啊 疫情这这几年的那个 很多这个外国人 他这个签证到期了嘛 到期以后就就来不了 然后呢 来不了以后呢 你要知道就是 没有外国人 那哪来外教呢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很多幼儿园的外教啊 就没办法保证了 然后 先前的幼儿园呢 入园的时候呢 给家长承诺是半天外教 那你要知道就是他承诺的这个这个东西属于硬件和软件没关系 也就是说呢 他说半天外教 好 那半天外教呢 他的收费就就到这个五千块以上了 也就是六千六千多块钱那样子了 可是呢 疫情以来 没外教了 那你要知道就是按照北京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定价来说 你如果没外教了 那你是需要降价的 你需要通知家长的 没有 那家幼儿园压根就没通知 完了 当时呢 我其实还 因为孩子也上了一段时间了 就不想给他再换幼儿园了 就孩子习惯了 但是呢 后来就一个几个事情吧 当时那年是秋天 秋天十月底了 十月底的时候 大家知道 已经就是尤其到十月三十三十号 三十一号啊 那个十一月初的时候 已经非常冷了 然后呢 那个幼儿园呢 他不像那个现代幼儿园 他有自己的院子 那幼儿园啊 就是一个租的一个小别墅楼 然后呢 就是没有自己的院子 他是在小区里 然后孩子要出来活动怎么办呢 就老是带着小区里边溜达 就是那样的那么一个幼儿园 可是呢 你要知道你出来 那就牵扯到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出来 结果 哎呀 那次我就很生气很生气的 十月底了 那天特别冷的状态 然后呢 哎 就是这个当时是那个什么嘛 那个 那个那个万圣节的那个活动 让孩子们自己准备的那个 就各式各样的这个装扮 结果呢 因为很多孩子准备都是小塑料布啊 小什么东西 自己画的那种东西 就单单的一层小塑料布 比雨衣 比那个一丝用雨衣还薄的那种东西吧 哎 这样孩子出来了 出来你说你里边多穿点 没有 里边就给孩子穿了一个单球衣 单球裤就出来了 这很可怕啊 完了当时跟跟他们那个院长一说 他们院长哎呀 这个这个老师也不想 怎么还跟我解释 我说这有什么可解释呢 完了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你看 你幼儿园承诺有外教 完了现在没外教 我没有说你什么呀 你说理论上这种适应 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这是硬件 他不是说软件 那你你说你幼儿园有楼和没楼对吧 你是不是应该通知家长一下 所以就是这样 完了 他回来 他说那你这个说的不对 那我我宗教 我我教英语教的不好 我说就他们那个院长 他爱人是那个 他们的那个英语老师 我说啊 我没有说你好与不好 这和教的好与不好没关系 因为北京市是拿这个外教来定价的 定这个这个民营幼儿园的这个价格 你有和没有价格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和教学质量没有关系 那不对 那我我这个教学质量那个在那摆着 我觉得挺可笑的 这就好像就是告诉你 哎呀 这这幼儿园有有暖气 没暖气 有空调没空调 一样的道理 我没有说说这个一定要有外教 或怎么样 因为上习惯了 你可以没有外教 在那 但是呢 你不能说你拿着说你没有 你还没降价 然后你拿出来这个什么 这就很搞笑了 你你不说价格问题 你告诉我这个教学质量 对吧 这是这样 完了他那个幼儿园就是特别典型的 你看我后来这个幼儿园吧 就不让家长带任何食物 你可以带什么 你可以带玩具 可以跟小朋友分享 但是玩具是不能带毛绒玩具的 就是你可以带塑料的东西 可以带这个 只要是这个质量还好的 这个玩具是可以带的 但是 食物是绝对不能带的 因为他就说你带 带进来的 如果吃坏了 那是你责任 幼儿园责任 对吧 一样的道理 可是 原来那幼儿园不是 原来那幼儿园啊 你这个 定期的 家长给孩子带 带点食物 大家分享 我能理解 你分享 让大家培养 那个孩子 培养 那个 就是分享的这种 这种这个理念是对的 但是 不能拿食物分享 就是这么一个话 好吧 就是给大家吐槽两句 反正 我看了看吧 就周围幼儿园呢 呃 确实有很多都是那个 就像上次我讲的坚果的时候 我也提了 说 那个有幼儿园去咨询了 咨询完了 问那个坚果的问题 那现在生活好了 为什么不能吃 不能吃坚果 那很可笑嘛 这个生活好与不好 有什么关系 这是过敏 气到异物 这是要命的东西 这和 这和你生活条件 好与不好 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 我就觉得啊 就是现在这 这些个 这个 这些人吧 这个脑子 是有问题的 所以吧 我现在觉得就是 你看幼儿园 好与不好 还真不再说是 是公立的 是私立的 是这个 交多少钱的 真不在这块 其实就在这个 呃 就是这个 这个 开幼儿园的人啊 他这个办学理念的问题 他是规规矩矩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那你很多事情就好办 他跟你天天打马虎眼的那个事情 那那就很可怕了 对 好吧 我希望这个所有幼儿园都能认真一些 对待孩子嘛 这个 对吧 好吧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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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明